在宾州的一处闹市区 一对夫妻决定共同与这个世界永别 妻子在喝下最后一口酒后 二人从高楼双双坠落 那时离过年还剩几天 究竟是经历了怎样的磨难 才能让他们共同对这个世界绝望 可惜从抢救中活下来的妻子成了植物人 真相被永远封存 问丧时夫妻生前的老板也前来悼念 他掐了掐女人的脸 确定他不再会说话后 便向电话的另一端开始汇报 从他得意的效忠便可以断定 这货应该不是什么好人 二人的悲剧似乎也跟他脱不开关系 他叫郑三江是一家演艺城的老板 年来夫妻二人是他刚招来不久的演员 女人长相甜美 他在台上表演时吸引了一位神秘大哥 再看看郑三江那一副讨好的嘴脸 正是他亲手将女人推入了深渊 谢谢大哥 你帮我陪陪我哥 你觉得你今天走得了吗 丈夫得知后提到向大哥寻仇 只是他势单力薄都无法靠近对方 即使再怒不可恶 他也拿仇人没丝毫办法 周围无情的嘲笑 使他更通信自己作为男人的失败 哀莫大于心思 他们再也无法回到像从前一样面对彼此 在最后抚摸了一次他的脸庞 随后便是远别 好在这世上有一种光明 他可能迟到但不会缺席 他是宾州一位普通的刑警 面对犯罪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 就像是他的名字一样 李鸿琦 跳楼男子生前犯过错 有细毒的前科 但也得到过鸿琦的帮助 还帮他戒了毒 他对二人的遭遇虽然疑惑 但没有证据 而且被案处就是一起普通的自杀 所以离开后 鸿琦的生活一切照旧 直到这次他偶然的相亲 才将夫妻二人跳楼的秘密一点点揭开 女人叫小悠 鸿琦刚坐下他就说道 自己是被家人逼婚 被迫相亲的 鸿琦听后 也不乏礼貌地帮他递过饮料 结果却不小心将饮料弄散 擦拭胳膊时 他看到了小悠身上的针孔 鸿琦刚想说些什么 就被门外的鸣笛声打断 小悠刚到外面 车上下来的男子就对他拳打脚踢 只见他不敢做任何反抗 而男子则变本加厉 终于鸿琦出手了 男子放下狠话后 骂骂咧咧地离开了 他担心女孩离开后 会受到更重的侵害 便尾随车子跟到了一处会所 跟着进了会所后 一群黑衣男子瞬间将他包围 这时一个管事的走了过来 他叫十八 二人是从福利院一起长大的伙伴 沉淀后就各奔东西 他告诉鸿琦自己是这儿的经理 这里却没有一些非法勾当 见十八都这样说了 再加上老友见面 最后只是口头交语了 殴打小悠的男子 便没再追究 第二天 十八就组了个局 都是些当年从福利院长大的朋友 酒居上人人都夸十八事业有成 而面对鸿琦则阴阳怪气 也难怪 这些年有不少人找鸿琦就为一件事 那就是法外留情 但他一次都没有答应过 因此有些人便怀恨在心 鸿琦不擅长人情事故 于是见机离开 他准备买单时 金额又吓了他一跳 这时十八赶来 说这里是朋友开的 已经买过单了 并提出想让鸿琦和自己的朋友认识一下 见如今的十八出手如此阔绰 他也很好奇十八现在的圈子 一口便答应了下来 夜晚 他第一次走进这个不一样的世界 一个豪华包厢内 一群大忍真玩着小孩的游戏 鸿琦只是随口说了一句 要斜着打 试了一下 成功了 那人随手就扔过来十万 并说道 是你赢的 这可是他两年的拱子 他磨了磨嘴说道 这句话就像一根尖刺 瞬间挑动了在场所有人的神经 在得知鸿琦警察的身份后 气氛更加紧张了起来 十八赶紧开玩笑地说道 强哥不是喜欢结交能打的吗 我兄弟鸿琦就很能打 可以一个打十个 听到这里 女人揭查道 她的一身正气 显得与这里格格不住 当即便选择了扭头离开 大厅内男人叫住了鸿琦 决定给她上一课 直接门外静止走进一排年轻女子 说是演艺中心刚招的演员 随后她对站在中间的女子问道 结婚了吗 结了 我给你二十万 跟我 只见两落现金被直接扔在地上 女子不从 她便家住 这时女人选择了有尊严的离开 可当价码升到一百万时 她停了下来 然后她叫来女子的丈夫 当场对丈夫说 你的女人归我了 你要干什么呀 我就想告诉你 每个人都有嫁 这时的鸿琦突然想起 之前跳楼的夫妻二人 也曾是演艺中心的人 他们的死 或许真没那么简单 于是 她决定与这个嚣张的男人 正式宣战 你可千万别犯法呀 一个星期后 她将所有人都调查了一圈 马强 人称马教练 喜欢结交一些 好勇斗狠的社会分子 此人出手阔绰 大大小小的混子 有不少都受过她的恩惠 而且她极其好色 在调查跳楼案时 后台就曾有人说 马强跟女子 有单独见过 但后来 他们又都失口否认 马强的名下没有产业 但凤凰城和维纳斯的老板 都称她为大哥 所以她可能是幕后的老板 而之前和红旗相亲的小悠 正是现在维纳斯的接待员 所以她准备先从这个女孩开始 小悠曾是个三好学生 20岁之前都没让家里人失望过 但为何现在会在这种地方上班 而且还染上了毒品 她将前段时间跳楼女孩的遭遇 告诉了小悠 希望她可以迷途知返 将知道的东西告诉自己 而小悠则投眼不回地选择了离开 又过了几日 她从一辆奔驰车上下来 偶然间她看到马强身边又换了人 回想了一下自己的经历 由于在三后 她跟了上去 原来 她控制女人的手段 是先让她们染上毒品 自己的遭遇如回放一般 在眼前呈现 她不想让更多女孩 再受到这样的侵害 于是 她勇敢地拨通了红旗的电话 可就在一转身 喂小悠 怎么了 事情差点暴露 马强命手下把所有占毒的女孩 全送到黄楼 还给了18一个任务 干掉红旗 小悠失踪后的当晚 警方就开始行动 他们调监控发现 有三辆大巴被挡住车窗 从三个不同的方向离开了这里 果然还挺聪明 那我们就缤纷三路 开始追赶 终于 在一个服务区的南侧中 她与18撞了正面 这倒没见过我 我叫 我不帮我她 别乱我 这是另一头迎接的人打来电话 在得知双方都没有见过后 红旗决定单枪匹马 潜伏进去 这个所谓的黄楼 原来是一个直播基地 他们被迫女子拍视频 然后在海外销售 另一边被控制的18突然开始反抗 最终她打晕女警 成功给对接人通风暴行 收到消息后 郑三江的人逼小悠打电话 骗红旗出来 而小悠宁愿去死 也不愿出卖红旗 可当歹徒以人命威胁她时 她还是妥协了 我也 知道警察来了不好 屁股厚的跟了条疯狗 得弄死才能走 真他妈无法无天了 在见到小悠时 女孩向她道歉 而她却说 他们不是人 跟你没关系 郑三江和于大伟被抓后 他们将罪名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的确 马强又不是公司的法庭代表人 他们确实没有证据抓捕马强 于是警方开始大肆报道 马强手下势力被迫的新闻 曾被他们欺负过的人 看到郑三江都被抓了 便纷纷前来检举 其中 就有一个可以直接对马强下败不令的证据 那是跳楼女孩被侵害时 一个同事拍到的 另一边 马强已经收拾好准备逃到国外 他决定带十八一起走 但条件还是让他解决红旗 他将红旗骗到跳楼夫妻的家中 房间内早已被煤气笼罩 这时他只需要一点火 就能和马强一起逃到国外 享受荣华富贵 但最终他放弃了 回去后他对马强说自己下不了手 还没等他反应就被打翻在地 只是他没注意到十八手中的电话 被拨通已久 电话的那一段 正是李红旗 又过了几个小时 船已到港 马强准备离开中国 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 千万变办法 我一定抓你 一个月挣了多少钱 拼什么命呢 一个月才几百块 你玩什么命呢 三千一百五 三千一百五 attorney呢 冡家 团